考考你究竟吸塵机的这一条东西有什么用 大家好,欢迎收看大行,我是Zag Sir,Carrie 什么最重要当然是身体健康 最重要是我们工程人经常吸塵 所以政府都会推出一些减塵的计划 现在吸塵机功能多,价值也不贵 今天要说的是3Y6P吸塵机 这部机有什么特别呢,我现在马上做给你们看 吸塵机当然是可以吸塵 第一个功能就是这个喉 放在这里,拧下去就可以用来吸塵 第二个功能就是顶顶这里 这里 这个就是用来吹塵的 有时灯槽即是塵、风扇、工具或新闻 开完工具都可以用吹风吹走那些塵 这部机除了可以吸塵之外,亦可以用来吸水 工程经常会遇到的,例如有些地方塞了 可以用来抽到里面的污脏东西 又或者很多时候都会有些水浸的机会 所以就会用这些,专属抽到这个桶里倒走 吸塵、吸水、吹风OK啦,简单啦 但有一样东西是其他吸塵机一定没有的 就是这个东西了 这个是什么来的呢 打开去 插头来的 你说做多个拖板 看 这个就好像我们用风车鞋 风车鞋桌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要开着了一部鞋 接着要开着吸塵机 用完的时候 关键吸塵机 再关键风车鞋 当我那么累穿的时候 所以那些师傅不用了 但现在我做给你看 这个拖板是不是 这个是电动的工具 假设这一部是一个风车鞋 或者任何键东西会起层的工具 接着我把它拖进去 而这里 看着 没错了 这个就是我经常说的 联动拖板 它会自动 由这部机 引到这部吸塵机去着 当是用完的时候 它大概有10-20秒的时间 是保持着着 所以吸入静低的那些层 所以这部 特别适合我们工程用的 好像将来会推行的 例如静音工程 经常要戒长 或者我们开风车鞋 很多层的时候 这部机就非常之好用 喂喂喂喂 谢谢宅sir 测试就做完了 是不是觉得这部吸塵机 好洗好用呢 正所谓减塵防塵要有计 健康第一 有文仔嘛 随时师傅们在工地做事 由你装修的时候 一定要产生大量的灰尘 木粉 甚至是肺水等等 让我们的肺部不要之余 自己也做得不开心 我们今天要开箱的就是这部 3Y6P工研用的吸水吸塵机 拜镜头麻烦 眨眨眨眨 我们已经拿了吸塵机出来 你看这个吸塵机 金油份量肯定是耐有结均 这个20L容量的不锈钢水桶 真是大到有回音 而整个吸塵机的静重是6.4kg 而它的吸力是达到170m bar 不单可以吸塵吸水 还有得脆 整个吸塵机最主要的组件 就是这个帆布 sorry 是可以再满20L容量的不锈钢水桶才对 简单而且耐用 观随着它就是这个发动机摩打 咦 污烟物就这样吸塵下去 不是很糟糕 原来不是 配件里面还会有一个 HIPER的滤网 装了下去之后 就可以保护发动机 联受污烟物的损害 更加可以提升效能 这一只滤网 大家记住是用来吸塵的时候用的 至于吸水 就需要换到另一块的 保护滤网 而接下来就是有一款 水袋和塵袋 装了入吸塵机之后 洗东西的时间都省了 至于这一款的吸塵袋 是非常贴心的设计 塵在这里吸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位置 把塵袋整起来 要随之方便 工地很大的 虽然有一个手柄的设计 但是我们没有理由 每次都拿着吸塵机 到处来走去 所以是会有一款 屋底 现在先撞给大家看 讲完吸塵机之后 我们就讲下后管的部份 首先就是我手上的 延长桿 另外就会有一条 三米的墙口 当然就是不少得有 不同的吸塵机头 而当我们用完吸塵机 又想宝宝地收纳它的时候 这个吸塵机也是非常方便的 这样就限了很多功夫 但如果想想真点 玩真点 都欢迎大家 来到达人堂的门市 研究一下它 不要说了 我都要说它清洁了 下条影片见吧 答案开估了 这条叫做 ESD Electrostatic Discharge Protection Device 中文叫做 静电保护原件 就是帮助我们在吸塵的时候 带走所产生的静电 Yay 彩虹多多老根最精 救灵活 是救星 难我难我 刺过灵 对平均 最無厉害 眼睿善光 不曾 对厌平 心里清 刚起打架 最无 最准 最迟 最无本静 啊 啊 Mam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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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强扶揚 平致最高分開 動手 總之一會哭 無國教會動 無國教會動